水龙慈祭之功在各社区共修处 透过念诵地藏经弘扬正信佛教 农历七月是欢喜月 吉祥月更是孝庆月 将父母点入身体发挥 造福人群 这才是真正的孝庆 行善行孝不能等 善用健全的身体走入人群付出 生命不留白 化迷为物 期许民众能转换饮食和击败方式 减少宰杀牲畜 护大帝 地藏经祈福法会传递正知正见 大家供职善缘 让众善破千灾 大约新闻追上美聚工陈敬曲 下一份马来西亚报导 我来说官司事纪大约 一号开心 再加刀 快 小